第四位 腋癌症 第四位 腋癌症 第四位 腋癌症 哈囉,大家好,我是許醫師 我們知道靜脈曲張會產生很多症狀 像是腳的痠臟、疼痛、皮膚燒癢或針刺感 不過有很多女性來我的門診 是因為腳的外觀上有許多細小的網狀和蜘蛛狀的血管 導致心理上的梅智心 不是只有二十幾歲的女生會這樣 其實四五十歲的婦女也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 男生不要以為自己的媽媽老了 應該不會在意外表 其實他們還是會在意喔 這些女性沒自信到 不管天氣多熱 都還是會穿長褲或是絲襪 來遮掩腳上不正常的細小血管 有些人還因此不敢去海邊玩 也不敢去泡溫泉 因為只要露出雙腳 就會有人對他們指指點點 而這些言語在無形中 都會給女性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甚至是創傷 這些跟隨好久的細小血管 真的可以去除掉嗎? 很多女性都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 當我跟他們說 現在治療的技術 可以使這些細小的血管 慢慢的萎縮掉 還你一雙正常美麗的腳 每一個女生表情都很期待喔 早期我們對於靜脈曲張的治療 只是把塗起來的血管去除掉 讓皮膚變得比較平整 而剩下腳上細小的網狀 和蜘蛛絲狀的血管 大都沒有處理 因此很多人都以為 這些細小的網狀 和蜘蛛絲狀的血管 無法處理 或是不需要處理 但這些細小的血管 不只會造成外觀上的不好看 嚴重的話 會變成癒血性皮膚炎 皮膚會搔癢刺痛 產生色素沉澱 這些細小血管的產生 剛開始都不明顯 只在大腿上有一些些 病人通常都不管它 後來膝蓋附近變多 慢慢往小腿延伸 最後慢黏到腳踝 以至於整隻腳 都是花花的血管 通常後面吸果窩的地方 會特別明顯 後面病人看不到 大多是別人提醒才注意到 這時病人才進覺 自己的靜脈曲張 已經很嚴重了 治療這些蜘蛛絲狀 或網狀的細小血管 難度並不低於 一大條凸起來的血管 很多人在網路上找資料 以為只是拿一支針 把藥劑打進血管裡面 血管就會不見了 但要治療的完全 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細小的血管那麼多 也不是隨便找一條打就好了 注射治療的療效 等依賴醫師的經驗與技術 要先檢查這些細小的血管 在皮膚分布的位置 血管從哪裡延伸出來 每個區域是不是有相關聯 或是各自獨立 是不是和肌肉間的靜脈有相交通 這都非常重要 此外 注射的藥物 要選用什麼劑型 用多少濃度 打多少量 這也要估算 許多女性在治療後 都不敢再回去看以前的照片 都覺得很恐怖 我從他們的表情 看到更多的自信 有很多女生跟我說 她沒想到 可以在夏天穿短褲 不用再遮遮掩掩 就覺得很開心 就知道了 沒有男人 你會不會說 會不會讓我發現 誰會不會做 這也會不會有 你會不會有 他不喜歡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各位還喜歡今天的主題嗎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醫學知識 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